到了该有重大变化的历史节点 是在这个经济上面有重大的举措 现在我们面对可能更错综复杂多变一点 这套范势思维也维持不下去 一个是政治权力 一个是经济体制 道路突破不了 制度突破不了 是逆行的开始 这个是一个很艰难的任务了 这连续一个政策 一个人的出台 没用 倒逼改革又出现了一次新的历史机遇